十点不一样 但您看到俄罗斯无人机 扶晓出击 目标要轰炸基辅 但是乌克兰的军方表示 全数被击落 只有市中心一栋行政楼 被碎片击中 四栋大楼是轻微受损 无人受伤 同时也成功保护了首都的电网 也呼吁盟国要提供更多武器 协助乌克兰保护能源的安全 度过冬天 这就是巴赫姆特大战现场 俄军想从巴赫姆特外围 往城市里打 但双方苦战三个月 几乎没有进展 反而是俄军在战场后方 架设障碍 生怕乌克兰追击 诗人俄军部队被炸得四处逃窜 为什么俄罗斯只能派零散步兵出击 因为他们已经被反坦克武器炸到怕了 武军士兵相当清楚 除了西方武器帮大忙 他们还有别的优势 因此俄军选项只剩远程轰炸攻击 几乎周三天还没亮 警报声大作 听到哄哄作响的声音 就知道伊朗身风无人机又来了 13架全射下来 民众目睹 拦截瞬间 但拦截后落下的无人机碎片 还是造成破坏 吉辅防空系统发威 这波拦截率百分百 但赫尔松没那么幸运 飞弹打中当地行政大楼 瞬间浓烟直冒碎片喷飞 好几个楼层被炸裂打通 还有两人无幸死亡 这般疯狂轰炸 主要目的还是让乌克兰人没有电用 乌克兰各地设了这种无敌中心 帐篷串联搭建 配备发电机和暖气 随时收容居民 天主教教宗方济哥 持续关注乌克兰 这次更请求大家 耶诞节花少一点捐给乌克兰 毕竟战争损失 已经累积到天文注字 每多打一个月 基础建设相关损失 就再加68亿美元 乌克兰重建路还没开始走 已经看不到尽头 TBS新闻最后报道 欧乌战争已经打了快要十个月 冬季有没有机会停战呢 而美国会不会对乌克兰施加压力 对此美国白宫表示 一切都是由泽伦司机决定 更多分析交给记者韦佳琪 乌俄战争开打 进入第十个月的时间了 不过现在乌俄都没有要停火的迹象 尤其是俄罗斯摧毁了乌克兰 不少能源措施 对乌克兰来讲 进入北半球的冬天了 那么当然乌克兰这个冬天 不会太好过 但是乌克兰也不会让俄罗斯好过 现在美国就说了 要跟俄罗斯谈判 就交给乌克兰来做决定 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包括在乌东 甚至是南部大城 都有双方激烈交战 尤其乌俄在顿巴斯地区 还在激战当中 他们说目前看不到迹象 会在这个冬季来停止 那么俄军现在处于是一个防守的状态 那么情势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乌军是频频进攻施压 希望能够逼退俄军 但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美国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 他现在就讲话了 他说跟俄罗斯的谈判 到底这个战争是不是要告一段落 全部交由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来决定 不过以目前乌俄的局势 看起来如果要停战 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两方要继续走了 而现在进入冬天 乌克兰的能源基础建设 饱受攻击 供水供电 供暖 都是积极可危的 美国总统拜登与国防部长奥斯丁 将提供爱国者抵对空飞弹防御系统 来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 分析就认为了 这一波的军援 可以抵抗无孔不入的无人机 保护乌克兰的领空 形同断了俄罗斯一条手臂 让普京的能源战略失效 快速装填弹药 俄罗斯士兵持续在森林地带 朝乌克兰猛轰 同一时间俄罗斯又公布演习片 这次又找来小老弟白俄罗斯 在雪地中上演大爆破 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声称 在盾内刺客方向多次击退乌军 只是前线的战况恐怕扑朔迷离 因为另有俄罗斯盾内刺客指挥官 在官媒语出惊人 他说俄罗斯当局意识到资源有限 因此下阶段的升级行动 只有一个就是核武 他还说俄罗斯因为缺乏 常规武器对抗整个北约 所以核武成了唯一的选择 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还很难说 但前线士气差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名逃亡的俄兵向CNN描述自身的遭遇 他说自己当初就是被派网犯下布查 屠杀的第六十四摩托步兵旅 亲耳听见长官下令滥杀 过程中他也目睹俄军无所不偷 甚至对妇女伸出狼爪 而他自己则因为流亡后 得与家人分开 忍不住难过掉泪 包含CNN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为了帮乌克兰抵御俄罗斯 渴望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消息一出也引来克林姆林公反抢 爱国者飞弹是一种地对空防御系统 以爱国者三型来说 作战距离可达一百六十公里 作战高度也有三十公里 专门设计应对敌机或是巡影飞弹 不过造价很可观 加上使用训练小说耗时几个月 也难怪美国一度犹豫不决 不过乌克兰持续受名人加持 曾演出经典一字码广告的老牌动作巨星 尚克劳德范达美最近惊喜现身乌克兰 朝起满点与其他乌军一起喊经典口号 事实上俄罗斯内也有反战声 一名八十四岁的老人就在墙面绘制 穿着乌克兰国旗配色的女孩图腾 呼吁停战 没想到这幅作品遭强制抹去 老人家还被开罚三点五万卢布 约台币一万六千多块 由于艺术家的父亲和祖父都经历 苏联镇压的黑历史 尽管被罚他仍坚持创作表达反战行声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